中老年人尤其是有心脑虚幻病的中老年人,应该提高景气,心梗的征兆,一定要留意,急性心梗也是有千兆的,尤其高八在凌晨的时候,如果出现一下症状,一定要留意 一,突然剧烈胸痛或胸部憋慢,或疼痛时间超过15分钟,就因景气了 二,出现心慌,气短,恶心,呕吐,面色苍呆,烦躁不安等 三,出现原因不明的胸背疼,肩颈胳膊疼 四,胃疼,患有肥胖,三高而平时又没有上腹部不适的患者 如果出现胃疼,要高度警惕,关心病,心脚痛或急性心梗,有时表现为胃部有烧灼感 五,牙疼,通常三分钟左右就会过去 如果是牙周颜色不会这么短时间就好 比如一骑车牙就疼,停下后就不疼了,可是在骑的时候就开始疼 可能在一周内反复出现 六,焦虑失眠,从来没有失眠经历,或是没发生什么刺激 焦虑的事情,是毫无远流的焦虑时,可能是心梗性好 这种失眠不是像普通失眠那样睡不着,而是半夜忽然无征兆的惊醒 咨识向万马奔腾,或是涌现出无法解释的恐惧感 七,心跳加剧 如果在没有任何诱因的前提下,忽然发现自己无缘无故的心跳加速 持续时间在一分钟到十分钟之间,并且常常是在体力活动,情绪激动,或过度绑餐后出现 因警惕,这可能是身体发出的心根指示 八,如果感觉疲劳头晕,休息之后也不能缓解症状就要提高警惕 九,中老年人手指发麻,抽筋等症状,也可能是动漫化的早期表现 如出现以上症状,要引起注意,即时就诊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